因為自然產脫很久 我要進產房的時候 那個護士就出來推著我說 欸 你老婆不希望你進去 就那中間又拖了 大概拖了六個小時 所以每一個小時 我想要衝進去 但每一次都被那個 被擋下 對 被人家護士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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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 終於聽到哇啊一聲的時候 我說欸 我可以進去了吧 有一次他也有懷 但是在八個月 八週的時候就沒有心跳 所以那時候我就陪他去 當時陪他去引流 因為要照顧媽媽 然後那時候完了以後 恢復式起來 他睜開眼睛 第一句話是跟我說對不起 因為他覺得說 本來要給我一個小孩 沒有 我說不要這樣講對不起 因為這本來就是沒有緣分嘛 所以當這一個真的來的時候 是換我跟他說對不起 我說對不起讓妳辛苦 辛苦 還辛苦 天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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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雞皮哥 對 後面也要辛苦妳 因為本來只要生一個 後來想太可愛就想說 以後也要辛苦妳 結果後面就又再 趕快就增生 那那個機會 因為真的辛苦 生完之後的 好像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很容易懷孕 所以 出月子以後 出月子中心很容易懷孕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自然產 所以那時候 我也是比較激迫型 我想說一定要進去啊對不對 要不然以後會講一輩子 重點是不要被講一輩子 吵架說說 當初就是妳沒進去產吧 所以怎樣怎樣 所以太太有要求希望妳進去好 沒有 他那時候都沒講 所以我也沒問 但是那時候我也是跟他一樣在工作 我說因為自然產脫很久 結果終於到了 我記得凌晨 終於下工以後 然後衝過去 我要進產房的時候 那個護士就出來推著我說 妳老婆不希望妳進去 我說什麼 為什麼 他說她不希望妳 看到妳那裡以後 以後對她的 那方面的幻想就沒了 因為有些男生真的看到 沒有感情 可能嚇傻 對 沒感覺了 我說這樣不OK吧 我說反正她就不要妳進去就對了 結果那中間又拖了 跟你一樣大概 但沒那麼久大概拖了六個小時 所以每一個小時我想要衝進去 但每一次都被那個 被擋下 對 被人呼說不要 所以我是 終於聽到哇的一聲的時候 我說我可以進去了吧 然後他說好 可以 然後他也讓我抱 然後那時候抱的時候 我也跟你一樣是奇怪說 第一個感覺不是說什麼感動 第一個 因為剛被擠出來你知道嗎 就顏色都灌漆的 水腫 然後你又黑的又青的 我說那你真正常 不是應該很感動嗎 怎麼一點都沒有 但是本來還在偶遇的時候 那個時候一個女生 我的姐姐她就 給我比一個這樣的手勢 說OK 沒問題 OK OK 那種感覺 然後頓時那個心就安定一下說 以後不會那麼醜啦 對 然後就說會越來越好 相對來講 其他東西是 對 其他東西 頭髮好像沒有 對啊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個時候她也給 反而是她給我一個安定說 以後一切都會沒問題啦 爸爸別擔心這樣 我們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因為懷孕那時候也沒錢 我那時候住一個八坪的套餐 八坪還是上下樓那種 四坪 樓中樓 對 不是樓中樓 四坪四坪 就大概下去要蹲著頭那種 然後沒有地方煮飯 沒有地方洗衣服 然後甚至連洗澡的地方 也是很擠 所以基本上來講 完全不適合生小孩 所以那時候我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月中心大概在兩個禮拜 就要出來了 所以我那時候 我是不敢接回家 因為我小孩回家的話 沒有任何的地方 因為上下樓也很窄 那個還沒有扶手 搞不好抱一個 直接就跌下去種 然後四坪大家都很擠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硬著頭皮去吃個麵 吃完麵說 這邊好像還不錯 就打電話給那個 看有那個廣告 打電話給那個房仲 直接 他說 這邊有幾個 比較便宜 比較OK的 然後但是我一定要有後陽台 可以洗衣服 然後要有廚房可以煮飯 其他我不在乎 然後他說好 幫我帶幾間 當天晚上我回去月中心說 老婆我買一個東西 買什麼 尿布嗎 還是什麼 沒有 我買個房子 他說 沒有 我看過就買 我說對 但真的來不及 因為兩個月 就要帶著小寶寶出來了 結果就變成 那邊就變成我們的起家出 就一路到現在 但是那時候沒有想到 會負擔的起耶 因為從那個八坪 換到那個裡面大概十幾坪 但是也是超過我們負擔 但是為了小孩子 咬著牙也要背著房子